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星际大战系列银河系的史诗冒险 2.莫扎特摩迪音乐与魔法的绝妙结合 3.梵谷向日葵 阳光下的黄金狂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星际大战系列银河系的史诗冒险 星际大战Star Wars一部始于1977年的史诗般的太空歌剧 不仅是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更是无数影迷心中永恒的经典 这部系列以其独特的宇宙观 深刻的哲学思考 令人瞠目结舌的特效和难忘的角色 那么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来探索这个银河系的史诗冒险吧 首先我们得承认 如果有一门课程是教授如何管理一个银河帝国的 按摩帝国的达斯、韦达、Darth Vader和皇帝 Anchor Palpatine可能需要重新修几个学分 他们的管理策略主要是建立在恐惧之上 而这显然并不是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接住让我们谈谈星际大战中的科技 从光剑到超空间旅行 这些都让科学爱好者和梦想家们兴奋不已 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问 这些先进的文明 为什么还在使用弹道导弹和有线通讯 也许这正是银河系的时尚回归 一种复古科技潮 谈到星际大战的角色 我们必须提到那些令人难忘的非人类角色 从聪明、机智的ArchDR到忠诚、勇敢的丘巴卡 这些角色不仅为电影增添了幽默和温暖 也让我们思考什么是忠诚、勇气和友谊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像C3PO那样的机器人朋友 你可能会希望他有一个静音按钮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星际大战中的原力 The Forces星际大战中的原力 The Forces 那种神秘的能量不仅是整个系列的核心概念 也是许多哲学讨论的中心 原类人都有光明面和黑暗面 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 当然,如果你能用原力提升遥控器 那绝对是加分项 总之,星际大战不仅仅是一系列 关于太空战争的电影 它是关于希望、梦想、失败、救赎和人性的深刻探讨 它教会我们不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 勇气、爱和友谊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所以,愿原力与你同在 不仅仅是在银河系的史诗冒险中 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莫扎特摩迪 音乐与魔法的绝妙结合 啊,莫扎特的摩迪 这部作品不仅是古典音乐的巅峰之作 更是音乐与魔法的绝妙结合 它就像是18世纪的音乐界版哈利波特 只不过里面的魔法棒被换成了乐谱和乐器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部歌剧的创作背景 莫扎特在1791年完成了摩迪 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莫扎特已经是一位音乐界的巨星 但就像今天的许多名人一样 他的生活也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 摩迪的创作 可以说是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向世界展示了他对音乐、爱情、友谊和奇谋理念的深刻理解 摩迪的故事充满了象征意义 讲述了王子塔米诺寻找真爱和智慧的冒险旅程 这部歌剧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其中不乏魔法元素 比如会变色的魔法笛子和能让人变得勇敢的魔法铃铛 这些魔法道具不仅为剧情增添了神秘色彩 也像争助音乐和爱的力量 莫扎特在摩迪中运用了各种音乐风格 从庄严的合唱到轻快的民间舞曲 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魔力 其中最著名的握过鱼夜后的永叹雕 它的高音部分简直挑战了人类的听觉极限 听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声音 这不禁让人怀疑莫扎特是否真的掌握了某种魔法 能够创造出超越常人想象的音乐 但摩迪不仅仅是一部展示音乐魔法的歌剧 他还深刻地探讨了人性 爱与恨 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立与和解 透过塔米诺和帕米娜的爱情故事 莫扎特传达了一个永恒的信息 真爱和智慧是克服一切困难的钥匙 总之 摩迪就像是一场奇幻旅程 他让我们相信 在音乐和爱的魔法面前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莫扎特用他的天赋和创造力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 即使在今天这扇门依然敞开住 邀请住每一个愿意踏上这段旅程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梵谷向日葵 阳光下的黄金狂想 当然 让我们一起走进梵谷的世界 探索那些在阳光下跳舞的黄金向日葵吧 文森特·范谷这位后来被誉为后印象派大师的荷兰画家 在他生前其实并不那么受欢迎 想象一下 这位艺术家用他那几乎可以称为狂热的情感和色彩 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向日葵的画作 而这些作品如今成了世界上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艺术品之一 这不禁让人想问 这些向日葵到底有什么魔力 首先我们得了解范谷对向日葵的特殊情感 对范谷来说 向日葵不仅仅是一种植物 它们是忠诚友谊和灵魂的象征 范谷在1889年间创作了一系列向日葵的画作 这些作品最初是为了装饰他在阿尔勒的黄色屋子 以迎接他的朋友同样是画家的高更 可以说 这些向日葵是范谷对高更的一种欢迎和敬意的表达 但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 如果范谷和高更的文采调天记录被写了 我们可能会看到范谷发了一堆向日葵的照片给高更 下面附着一条信息 哥们 我把房间装饰得多漂亮就等你来了 而高更可能回复一句 老修 你这是准备开花店吗 范谷的向日葵系列不仅仅是对友谊的庆祝 也是对生命力希望和转变的赞歌 每一朵向日葵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状态 从盛开到凋谢 它们代表了生命的不同阶段 范谷用鲜亮的黄色来表达阳光和活力 而背景中的深蓝色则增加了对比 使得整幅画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 不过如果范谷知道他的向日葵几百年后会被卖到天价 他可能会惊讶地从画部前跳起来 想象一下 他可能会说 我只是想画些好看的花花 让我的朋友感到开心 现在你们告诉我 这些画作值几个亿 总之范谷的向日葵不仅仅是一系列关于花的画作 它们是对美、生命和友谊的颂歌 也是范谷对色彩和情感的极致探索 每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时 都能感受到那份从画部上迸发出的热情和活力 仿佛范谷的向日葵依然在阳光下自由地舞动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 《星际大战》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魔幻和哲学思考的银河冒险 摩迪则是音乐和魔法的奇妙结合 展示了爱和智慧的力量 范谷的向日葵则是一场阳光下的黄金狂想 代表了友谊、生命力和转变 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它们超越了视觉和听觉 触动了我们的心灵 它们不仅带给我们欢乐和娱乐 更让我们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在银河系的《星际大战》 还是在范谷的向日葵中 我们都能找到我们自己的故事和意义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观点? 你最喜欢的《星际大战》角色是谁? 你对《魔笛》中的音乐有什么感受? 你是否也喜欢向日葵? 以及他们在范谷的作品中的意义? 我们非常期待听到你的意见和想法 谢谢收看 愿原理与你同在 愿音乐和魔法永远陪伴住你 愿向日葵的阳光照亮你的每一天 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作品 并一同品味其中的奥妙和魅力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